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9月30日 周三凌晨 欧冠联上演多场对决 其中 丽华古训将主场迎来AC米兰登门拜访 AC米兰近期接连取得胜利 尤其是战胜国米的同城打笔提升全队自信心 本场比赛面对已经放缓了争胜步伐的丽华古训 AC米兰渴望迎来经济首场欧冠联胜利 丽华古训上 仗面对拜仁慕尼黑上演了一场硬碰硬的比赛 但是从比赛内容来看 丽华古训毫无优势可言 全场仅有三次射门 控球率只有30.7% 率先取得入球 就全线退守 显得没有强队的风范和自信心 毕竟丽华古训的直面实力不及拜仁慕尼黑 本赛季能够保留大部分核心球员已经非常不容易 影员动作也很小 杀比阿朗素的战术体系得到延续 但是不能带来更多的变化 而在欧冠联赛场 丽华古训面对飞燕诺的比赛可谓赢得轻松 科利安维特斯在当场比赛没开二度 阿里斯基马度也取得入球 丽华古训比较顺利拿下新赛季欧冠联首胜 接下来 丽华古训要面对更强大的AC米兰 值得留意的是 丽华古训已经连续五次在主场面对意大利球队 未能取得胜利 期间只得三合二服的战绩 丽华古训本场比赛前景显然不值得被看好 AC米兰终于看到了势头上升的曙光 球队在面对国际米兰的同城打比战中 基斯电普列西率先破门 而马迪奥加比亚的入球帮助AC米兰赢下比赛 AC米兰在上轮一甲上半场就攻入三球 早早建立优势并保持到最后 借此AC米兰迎来两连胜 进攻端演出非常喜人 基斯电普列西等球员的状态非常不俗 AC米兰在经济首场欧冠联赛时 面对利物浦率先取得破门 但是无法保持领先优势最终输球 此后二场一甲 AC米兰都能率先破门 并且将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 足见方希卡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并得到妥善解决 相信AC米兰金扑作客出战利华古训 是迎面更大的一方 阵容方面 后卫阿里辛度菲奥伦斯 和中场伊斯美宾拿沙等人商榷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